大家好,今天是1月16号星期六 今天现在大概是中午时间 我现在来抽空和大家谈一谈最近惠瑞疫苗的几个大的消息 这些消息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消息是关于死亡案例的 那么我把这些死亡案例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很多东西我觉得不要单单看一个数据或者一个标题 我们需要看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对我们有什么提示或者说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东西 第一个我要谈一谈的就是说一个佛罗里达的妇科大夫 他打了针之后大概16天出现了凝血的问题 就会容易出血 然后到了医院里面之后发生了脑异血 然后过世了 那个医生的太太说呢 这个完全是惠瑞疫苗造成的 惠瑞公司呢也发了声明 他们不觉得是和他们的药物有关 现在呢 CDC和FDA呢都介入了调查 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现在来说呢是我们说是两边自己在说自己的话 但是呢我们从医学角度来呢需要分析一下 那个医生所产生的一种情况呢 在医学上称的是叫血小板减少症 又叫ITP 这是从什么情况呢 因为人体呢体内呢会有一种物资叫血小板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血小板是帮助凝血的 举个例子说 如果你不小心手上滑开一下 刚开始会出血 然后过了一会儿呢 那个血就会凝固 然后呢那个伤口就给堵住了 这个凝固那个血液呢 体重有一个物资呢就是血小板 所以说呢 如果你血小板减少的话呢 这个凝血的时间呢就会长很多 那就是血小板的一个功能 当然凝血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物资 需要一起交叉起来一起使用的 但是血小板不得不说 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血小板减少症呢 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疾病 一般说一年里面的每十万个人里面 会有三个人发生血小板减少症 当然这三个人不一定全部都会死亡 因为有很多方法 可以短时期或者长时期的控制这个疾病 这个最主要什么原因呢 这个原因呢 现在呢认为呢 是人体的自身的免疫系统 来攻击自身的血小板 然后呢就消灭了自身的血小板 人体的血小板呢 每十天才会换一次 所以说呢 一下子大时间的把血小板减少的话 人体来不及制造 逐顾的血小板去补充那些被消灭的血小板 那么呢 凝血功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免疫反应的呢 现在医学界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呢 我们知道有一些诱因 举个例子说像病毒感染啊 艾滋病啊 水痘之类的可能会造成血小板减少症 怀孕的孕妇也可能会造成这个情况 免疫系统疾病的 举个例子说 红帆蓝仓啊 也可能造成血小板减少症 药物也是啊 很多药物都可能造成血小板的减少 具体药物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不想引起大众的恐慌 有些药物是会的 所以说呢 由于药物会引起血小板减少症 所以说呢 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不能排除 这个是疫苗引起的一种反应 然而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因为在普通人群里面 平时不打疫苗的 是十万个人里面三个 现在整个美国打了疫苗 是一千两百万人 一千两百万人 这里面是出现这么一例 所以我认为 哪怕是和疫苗有关 这也是一个非常小概率事件 当然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搜集更多的资料 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案例和这个案例相似 这个最主要的 所以当前情况下 我觉得通过这个案例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恐慌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 注意什么呢 我要建议大家两件事情 第一个 第一个我知道有很多人 由于各种其他疾病 在服食一些抗凝血的药物 我对这些人的建议就是说 不要因为这个案例 而轻易的停止了你的抗凝血药物 再去打疫苗 因为这个可能得不偿失 因小失大 因为你们吃这些药是为了其他疾病的 而那些疾病是已经存在你身上的 如果你茫茫然的停止这些药物 对你身体可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如果你真的想停 也需要和自己的医生进行一次交流 而不要自己盲目的把它停下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自身的一些 有可能是血小板减少症的情况 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 那么及时的就医 因为血小板减少症是可以治疗的 是可以治疗的 一种就是出鼻血 一般人也会出鼻血 一般人出鼻血的话 我们给一些压力 然后或者用冷毛巾敷一下的话 几分钟就止住了 血小板减少症的人 他流鼻血就不止 很难止得住 这是一个症状 第二个就是牙龈出血 牙龈出血这个情况呢 就是一般的人 我们刷牙的时候 有时刷得太大力 也会出点血 或者你牙周炎也会出血 可是一般的情况下 还是容易止得住的 可是如果说你过去没有这种情况 而打了疫苗之后 你刷牙的时候 满口是血 那也可能是一个症状 就是你血小板减少 那么也需要研究一下 最后一种呢 就是身上有瘀青 这种瘀青呢 并不是说你磕到了 碰到了有瘀青 这是正常瘀青 是你晚上洗澡 你说今天我也没磕到 也没蹦到 为什么 这里有一块瘀青 然后明天又一块瘀青 这也是血小板减少的一个症状之一 如果你们出现了上述症状的话 那么也是可以和医生联系 然后让医生帮你抽个血 化验一下 看看到底是不是血小板减少 还是虚净一场 这就是我的建议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个 我感觉啊 不要因为这个 而茫茫然的不去接受疫苗 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 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那么另外一个 看听上去更加恐怖了 那么就是挪威的死亡案例 挪威药品管理局呢 前两天说有23例死亡 可能是和惠瑞疫苗有关 今天呢他们修改成29例 又加多6例 他们说29例 然后呢你们看中文报纸里面呢 一般就会出现这么一个表题 就是挪威23人 接种了惠瑞疫苗后死亡 有些专家 有些是国内专家 有些是日本专家 说应该考虑中国疫苗 那么我再分析一下 第一 这个29例 挪威当局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个29例 都是住在老人 护理院里面的患者 什么概念 如果你们在美国居住的话 你们应该很清楚 美国有两种不同的老人居住的地方 一种叫senior housing senior housing呢 就是老人院或者养老院 这些里面的老人呢 一般都是有自理能力的 他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自己煮饭 自己打扫卫生 自己自理 当然了也可以勤护工 这没多大问题 可是一般的情况下 哪怕有基础疾病 也是轻度的基础疾病 还是可以和大家交流啊 还有自由活动啊 都是可以的 这种就是养老院 只是老人抱团取暖的一个地方 可是呢 另外还有一种呢 叫nursing home nursing就是说 护理的意思 护士的意思 nursing home nursing home的老人呢 就不一样了 那些老人呢 是属于那些 有严重疾病 已经完全无法自理的 或者说呢 那是我们美国 还有一个叫hospice 就是说 就是接近死亡的老人 是他们有一个 比较安稳的环境 度过自己人生的 最后一个时间 这种情况 是住在那种 nursing home里面的 这个29例的 挪威当局说 全部都是这类 已经在死亡边缘的 一些老人 大部分是有绝症的 terminal ill patient 他们用了这个词 叫做 他说most patient is a terminal ill patient 你们可以去看 本身的本来的报告 所以说呢 那些老人呢 注射了 汇瑞疫苗之后呢 汇瑞新冠疫苗之后呢 或多或少 都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这种副作用呢 对我们来说 举个例子像我 我发烧 哪怕发烧38度5 应该不会死 大部分的人 发烧38度5 349度都不会死 但是对这些 已经在死亡边缘的 老人来说的话 这个可能是压倒 他们的最后一颗稻草 所以说当局在调查 是这类病人 哪一类病人 现阶段 是不应该注射 汇瑞新冠疫苗的 那个挪威的药品局 他是这样说的 一个官员是这样说的 他说对于那些 非常脆弱的老人 或者人 即使相对轻度的 疫苗副作用 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所以对那些 生疑寿命很短的人来说 疫苗的好处 可能微不足道 或无关紧要 这是他的原话 这上面的英文 他是他们 他的原话来的 也就是说 他们可能要改变一些 关于这批 特殊老人的 注射疫苗的方案 我相信 CDC FDA 看了这些报告之后 也可能对这些老人 进行一定调整 那么在 在那个当局 没有进行调整之前 我们 作为我们自己 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家里 确实有 这样的老人 存在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们 应该考虑一下 到底是不是 给这个老人 注射这个疫苗 因为这些老人 往往一些小小的波动 对他们的生命 都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和他们 和你们的医生 去讨论一下 考虑一下 利和弊 被感染的可能性 以及 打了疫苗之后 副作用 对老人的危害 考虑一下 和医生去讨论一下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知道 有另外一个疫苗 就是强生的疫苗 Johnson Johnson的疫苗 可能下个月会出现 这个疫苗呢 有几个好处 第一呢 它是一个传统的 腺病毒载体的疫苗 所以呢 技术呢 相对比较成熟 副作用呢 据说 据Johnson自己的说 是比较小 当然我们现在 还没有数据 我们需要看 进一步的数据 才能确定 它到底 是不是副作用比较小 另外呢 Johnson Johnson的疫苗 只需要打一针 就可以了 所以呢 如果数据出来了 也许 对于这批老人 Johnson Johnson 是一个不错的 alternative 就是不错的选择 那么关于 黄球网上所说的 应该考虑中国疫苗 那么 我就一查了一下资料 我就发现 中国疫苗呢 现阶段在国内 只允许 60岁以下打 也就是说 对60岁以上的 老人的资料 他们是没有的 所以现阶段呢 我觉得也不要去 过多的考虑 中国的疫苗 因为根本就无法打 因为中国还没有批准 给这批老人打 那么当然了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资料 如果它资料里面 确实出现了 中国疫苗 对这批老人 有保护作用 同时副作用很小的话 那当然是一个 很不错的选择 可惜现在 我没有看到 这方面的资料 好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对于这些案例 已经做了一天的分析 也许说的并不是很好 希望只是给大家 做一个提示吧 使大家更加明白 这些死亡案例 背后的种种 希望大家都健康 希望大家愿意 注射疫苗的人 早日注射到疫苗 谢谢 再见